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次分享了我煮豬扒的方法 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原來這麼簡單就煮得這麼軟,這麼好吃的豬扒 我自己都很滿足 原來我這個不專業的小廚糧都幫到大家 因為我是經過無數次的失敗 由自己煮得很難吃慢慢去改進 現在終於入口了 我的中指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不需要技巧都煮到好吃的食物 可以壓到人了 今天就來第二個菜 就是蒸排骨 我以前也是蒸排骨,超硬 然後咬不開,黏了牙齒 好像在咬刷刷子膠一樣 但現在我終於找到一個方法 是怎樣煮的 排骨也是很軟,很鬆軟,不會乾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上次煮豬扒這麼成功 這次我們繼續挑戰蒸排骨 不如現在開始煮東西吃吧 今天的材料非常簡單 在街市買最普通的 三十多元就夠吃了 如果想肉再滑一點,會買一隻叫做飛排 但要早點去街市,會比較貴 今天我想用最普通的排骨 去示範告訴大家 這樣去醃,怎樣都好吃,怎樣都會軟 然後就到調味料 這個是未軟,如果家裡沒有 是用糖去代替,它們都是有甜味的 然後就是這個甜豉油 有一個蒜蓉豆瓣醬 因為這個裡面的蒜蓉不是很多 然後今生很喜歡吃蒜蓉 我就加多一點蒜蓉 和一隻辣椒 令排骨醃的時候會比較野味 這個排骨我剛才洗了 然後印乾水 現在就可以開始醃了 一湯匙的甜豉油 然後一湯匙的味醃 跟平時醃製是差不多的 然後關鍵是水 我們加兩湯匙的水 蒜頭豆豉的排骨 就會加大約兩匙斤 現在裡面是很多水的 我們把它按摩一會 大約是分多鐘左右 然後我們把蒜蓉全部放進去 慢慢你會看到裡面的水 已經被排骨吸光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 再加多一點點水 上次豬排的秘訣是雞蛋 這次排骨就是水 想有一點點辣的話就剪辣椒 然後加兩殼的生粉 多一點也無所謂 繼續拌勻 最後加少許油 這個可以很快 醃半個小時或1個小時 但是如果有時間的話 醃久一點它會再入味一點 我還買了豆泡蒸排骨的時候 用來墊底的 放進去 雪原的排骨好實 我們幫它按摩 蒸之前加多一點點油 然後平均鋪在碟裡 所有的汁不要浪費了 盡量不要搭著 肉是要單層的 平均一點 它的熱度就會一模一樣 就不會有些熟一點 有些硬一點 又有些是生的 這樣我們就等水滾 一會兒就可以拿去蒸的了 忘了說蒸多久 大約9分鐘左右 然後焗5分鐘 你真的在做什麼 什麼 美不美? 很香 很香 好 先生介紹一下今天我們的盲餐 蠔仔煎蛋 蠔仔是今天介紹的 蛋是由日本的武雞山上 謝謝 下一個 排骨蒸豆泡 我以為你有什麼很精細的東西 沒錯 這個是我們主角來的 沒錯 是啊 豆泡是 下一個 折瓜粉絲 加多一點蝦光 不行 不行 好吧好吧 我們開飯 嘗嘗 這個很辣 真的嗎 嗯 應該是有用蒜肉去蒸 因為我已經看到 豆泡都會入味 它的味像不像外面那些 鳳酒排骨飯那些 是那種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吃 很滑 很嫩 很軟的排骨 真的可以嘗嘗這樣去醃 是很簡單的 剛剛我們做些排骨飯 出來買 出來買 不一定要這樣去醃這個味 如果你想用其他去蒸排骨 只要加了很重要的元素 其實就可以這麼軟 就是愛 你貫徹始終煮食都要加外 像不像用了鬚肉粉 都像的 完全沒有 是一樣 每個人 不是的 每個家都會有的東西 是吃 不是 廚房用 調味料來的 不是調味料 但下來了 會不會死 我 真的披傷 不會 你每天都會接觸到的 是嗎 牙膏 不是 是水 嗯 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幾樣每天都可以接觸到 對呀 加水 加很多的水 令排骨吸收到水裡 泡 蒸的時候就會變軟 嗯 上次我在家煮這個排骨 我爸爸問我 在哪裡買 他問我 哪一間 拿到的肉 這麼軟 然後我說 蝦好自己做 豬肉檔 所以我也覺得 原來 是不錯的 應該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以前 去蒸這個排骨 是硬得好像那些 刷子膠 吃一塊膠 我就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麼失敗 就一直研究 研究 如何可以把它變成外面 別人可以煮到這麼軟的排骨 我覺得我也可以 然後就慢慢研究到這個方法 還要不用買東西 嗯 既然是用水也可以 嗯 20分鐘就煮完了 嗯 嗯 這兩個同步 這一個5分鐘 好了 清光了 吃飽了 是啊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排骨 是不會黏牙的 是啊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 今天這一個不專業廚房 就說 記得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小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出發 你喜不喜歡吃排骨 是啊 你都沒有吃過 什麼是排骨 還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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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